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手上的内饰板 看似原声棉 我们一会儿也会用我们的假旋律去测试一下 好 这就是一个前面门内吸引棉的情况 那具体车开起来它的噪音大不大 还是老样子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大飙车 那我们之前呢会有关于试驾的环节 好 我们现在呢主要还是来到前门啊 看看前门的情况 那对于防撞梁这一块 一看啊 圆管式的防撞梁的结构 那这辆车呢 它的加强筋达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三条加强筋 横着是一条 然后这边是一条 这边竖着还有一条 在我们的平凡体系里面呢 我们最多是一个两根加强筋的一个体系 所以说呢 对于第三根加强筋 我们会额外的加上一分 好 那它的防风布呢 最外侧是塑料的 然后里面是这种发泡的材质 那它的胶呢 也是比较好胶啊 也是大家看 撕下来以后呢 非常的干净 好 这个是一个前门的情况 好 我们现在看看它的门脚链是这种冲压式的 那它的门呢 也是这种分体式的 看到一个焊点 两个焊点 然后三个焊点 四个焊点 四个焊点 然后三块去组成的这个门的结构啊 好 这就是一个前面的情况 三条加强筋 一根圆管形的防撞梁 冲压式的门脚链和分体式的门框 我们现在去看看后面门到底是什么样的 好 我们还是看看后面门式板啊 跟前面几乎是一样的 好 我们现在还是来回到后面啊 看看它的后面的防烧梁 那这辆车的后面防烧梁呢 其实也是跟前面一样 就是在这个位置 这块呢 跟前面也是一样的啊 那同样是冲压式的门脚链 然后分体式的车门 就是后面情况 那对于这辆车后排座椅 它有钢板吗 我们现在就过去看一下 好 我们现在来到了后座啊 还是直接打开看 那它是一个拉锁状的 也是对大冰块比较忍慈啊 因为之前拆过很多车是完全沾死的 超级难死 那这个呢 拉锁一拉 就能够翻开你的盖头来啊 就能看到后面是钢板的 后面的防护板 所以说呢 这辆车在后面的这块还是比较标准的 好 我们现在终于到了测甲醛的时候了 我们现在去看看它的甲醛到底是多少 好 我们现在呢 还是先看一下它门里面这点合一棉 它有没有甲醛 那我们仪器放在这儿放了一会儿啊 它是一个绿灯的情况呢 但是还是有那么一丁丁点啊 它的读数呢 甲醛是0.027 那TVOC呢 是0.128 可以说啊 几乎是可以忽略的啊 是一个非常非常低的一个分数 那最重要的还是这辆车 它地板呢 是什么材质 那它这个材质价钱量是多少 我们现在过去看一下 好 那么现在呢 终于来到了最后一个环节啊 就是看看这辆车甲醛含量到底是多少 那还是先看一下它一个大线的情况 那这辆车的大线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波浪管 那也就是我们所称的蛇皮管的一个包裹 那这种包裹那可以非常大的防止 里面这根大线和车身相互的磨蹭 如果说一旦会发生这种所谓时间长了有破皮呢 也不会马上跟车身发生这种短路的情况 所以说这个还是做得非常非常好 这个不得不设啊 作为一个自主品牌而言 而也是作为一个只有10万块钱的自主品牌而言 在这一块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 大冰块还是会给点个赞 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下面的材质啊 有两种材质 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脚踩的那个地毡 那地毡的背面 大家可以看到是一种回收的材质 那它下面那个比较软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是发泡的材质 而且是颜色非常白的 而且感觉质量非常好 但是呢它这种材质并不代表就没有甲醛 那回收的材质也并不代表它一定有甲醛 那一定是取决于它里面用的胶 这个胶的质量好不好 那我们现在呢到了一个读它的甲醛分数的时候了 那这辆车呢它的甲醛含量 我们现在看一下 首先可以确定的 它是一个黄颜色一个警告的分数 那它甲醛这一块呢 它的最后读数是0.156 那它的TVOC我再看一下是0.442 是一个黄灯的状态 其实这辆车在开的这几年过程中呢 的确啊 当时呢这辆车也比较新 是一个1000公里左右的一个新车 味道呢有那么一点点所谓新车的 就是新车的味儿 对于这个甲醛含量值而已 还是那句话 我们用这种方式去测试 并不代表它室内的一个甲醛含量 那室内的甲醛含量取决于温度湿度等等啊 就一系列的条件取决于挥发到室内是多少 那我们用这种方式才能够相对而言是比较公平公正的去测试每辆车在这种极限状态下的一个数值 所以说呢0.156呢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担心 因为我们的确啊 看待过更独的车 那相比这辆车真的会还是会好很多 好我们这辆车呢 最后的测试呢就到这儿 我们现在去看一看 它这辆车最后得分到底是多少 好那终于到了我们最后公布这辆10万块钱啊 CS55的一个最后得分时候了 我们还是先回顾一下我们前两期的得分 那在前后防装梁这一块 那满分是49分 那它最后的得分是30分 那在底盘的部分满分40分的情况下 那这辆车13分 好我们在这一期的节目里面呢 对于甲醛含量这一块和前后门的这一块呢 它的总的分数是39分 那这辆车最后得到的是一个27分 其实是一个中等偏上的成绩 然后我们之前的试驾 这辆车总共的得分是62分 那它最后的得分是多少呢 那我们现在去几分墙看一下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到了几分墙啊 这是我们的这个车越来越多 那么现在呢最后读一下 这辆2017款长安CS5的最后的得分 那刚才说了 它的试驾是62分 那它拆车的总分呢是54.6分 我们还是同样啊 25%和75%的一个计算公式 计算到最后的分数 那最后这辆2017款长安CS5它最后的得分 它的第一位十位数啊是一个5 其实我最近好像以5开头的车好像比较多啊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是现在最低的是大众的高尔夫 那最高的呢是雷灵的双琴 那对于这辆价值只有10万元上下的CS5 那它最后的得分是57分 那是在图王的下面 在天籁的上面 大家猜到了吗 好 谢谢大家已经看到了 这辆CS55得分啊是57分 的确啊在拆长安的CS系列 这个包括说这辆CS55之前呢 很多小伙伴包括在我们留言的都会要求我们 啊你什么时候拆一辆 看看就是长安最近卖的非常火的CS系列 包括55也好 包括75也好啊 他们的车到底怎么样 那我们今天呢终于圆了小伙伴的这个梦啊 然后把这样CS55呢带到了我们的拆车现场 那对于这个分数 对于整个而言的不算是一个很高 当然呢对于它的前后而言 包括说上面是图王 比它贵好多好多 那天籁呢也的确将近是一个一倍的价格 那它挤到他们两个之间 其实对于一个10万块钱的 真的10万上下的自主品牌的车型而言 我会为这辆自主品牌呢感到一些自豪 其实我更希望更多的自主品牌 无论你是抄袭也好 你还是山寨也好 最后我希望你能够做出来是一个 可以对得起我们消费者 我们中国消费者的一辆真真正正可以开得出去的好车 其实我们看到下面啊 包括说长城也好 还有哈佛H6也好的确啊 就是和这辆车相比 我不否认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说从评分体系下面就能看出来 那最后总结一句话 就是大边块会认为对于10万块钱左右的SOV而言 CS55的确是一个可以考虑的车型 好 那我们这期大标车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那我就是那个不用看别人脸色 自己的车自己做出大边块 当然也是那个就是说真话大边块 我们下辆车再见 观众